记者杨春慧台北报道,面对年底选战,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金于民进党中常会上信心喊话,她表示,她知道最近的假新闻和谣言,把选情搞得乌烟瘴气,让认真的团队受到影响。 她要再次告诉台湾人民,好政绩不怕比较,我们大家要有信心,不要被抹黑灾风影响。 民进党中常会金腰新竹市长林志坚分享任内政绩,这也是民进党疑现实,疑政绩,疑故事执政现实报告时正亮点报告最末长。 蔡英文听取报告后发表谈话,并再度谈几家新闻议题。 蔡英文表示,三年多前,民进党向台湾人民提出地方执政的梦幻团队。 在人民的信任以及支持下,民进党取得了13席的佳绩。 她要衷心感谢人民在2014年,对民进党的热情和鼓励。 蔡英文表示,三年多来,民进党的地方首长们,用一百分的努力,积极推动改革。 她相信,民进党的地方首长和行政团队,绝对扛得起民进党始终坚守的价值,就是清廉、秦政、爱乡土。 蔡英文接著逐一系数民进党执政现实政绩。 她表示,很荣幸民进党这些县市首长,没有辜负人民期待,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。 这次的九合一大选,民进党再次向台湾人民,提出最值得信任的梦幻团队。 蔡英文表示,她向各位保证,无论是民进党连任的县市长,或是接棒的新世代,挑战者,都会延续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的精神,以改革挺台湾,改革挺下一代作为动力。 为台湾持续打盘,改变台湾,可以看到各地有更好的未来。 蔡英文表示,她也希望,我们台湾人民,在11月24日,能用宝贵的选票,支持民进党,支持会做事的政府,用选票让台湾继续改变。